大家好,歡迎收看品味宅生活 我是大雄 不知道大家平常都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收看動畫的呢? 很多家中一定都有收藏所謂的動畫光碟吧 光碟這種載體體積小 不易損壞,可以儲存大量的數位資料 但其實光碟的發明並沒有比錄影帶晚很多 只是真正開始普及的時候是在1990年代後期 剛好就接替代錄影帶之後 成為了下一代的主流載體 今天大雄要這期節目就要跟大家來聊一聊光碟片 光碟CD最早推出的時候是用來儲存音樂的 直到後來光碟技術的發展才開始能儲存影像 1993年VCD現世 一片VCD可以儲存74分鐘的MPEG-1壓縮編碼影片 放到電腦或放映機中都可以播放 也沒有取碼的限制,價格也不高 甚至家中有燒錄機的朋友都可以自己燒錄VCD影像光碟 這個時候台灣在市面上也出現了可以購買的動畫VCD 也讓喜愛動畫的同好們有了蒐集喜愛作品的行為 這樣的行為也一直持續到後來取代了VCD的DVD 甚至是現在主流的BD 當時順應的錄影帶逐漸的沒落 VCD逐漸的興起 許多的錄影帶店開始設立了VCD專區 之後逐漸轉變成以出租DVD為主的商業形式 直到近年實體的儲存媒介沒落了為止 光碟從誕生至今演變出非常多種格式與用途 除了常見的CD、VCD、DVD、BD之外 廣播電台曾經非常喜歡MD這種格式 而電子遊戲機也開始使用光碟作為儲存遊戲的載體 例如PlayStation、Segar Saturn、GameCube、Dreamcast、Wii、WiiU、Xbox等等 PSP甚至還有自己獨特的光碟格式UMD 很有趣的是 台灣的主流載體從錄影帶進展到VCD 再到DVD的這個過程跟日本是很不一樣的 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 接替在錄影帶後主要流行的光碟載體叫做LD LD比起一般的CD大小大很多 其特色是畫質很高 而且影像不會失真 也因為是非接觸式讀取的關係 就算使用了很多次 也不會造成影像衰弱變差 因此當時日本發行了大量的電影、MV、紀錄片、動畫、運動賽事的LD 1987年5月 福星小子的LDbox發行了 他用了50片的LD收錄了福星小子全部218集的動畫 並且以特製的合繪收納 成為了不少玩家心目中的珍藏異品 當時有許多台灣的收藏家 會透過各種管道從日本買LD來收藏動畫 在自製翻譯字幕 用LD字幕機掛載在電視上 最後用VHS錄下來之後賣給錄影帶店出租 這些人可以說是字幕組的先驅 也因為他們的存在才讓我們在錄影帶店可以督到有中文字幕的卡通 2000年3月4號 Sony推出了家用型主機PS2 他除了是當時最重要的遊戲主機外 也是奠定了DVD這種光碟格式 成為了下一個主流載體的重要關鍵 時至今日 CD最常被使用的依舊是音樂CD LD的播放季在2009年已經停產 推出了歷史的舞台 許多喜愛動畫的同好架上 依舊收藏著一套一套的DVD Box 光碟這種載體不只儲存著我們所熱愛的動畫 也承載著一段人們想要更方便的看到自己想看的節目的歷史 在載圈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 就是如果你喜歡一套作品 你要買三套 一套是拿來推廣用 一套是拿來自己看 一套是拿來收藏用的 你是否也有好一段時間 沒有拿起你的珍藏來一起好好回味一下那段你喜愛這部動畫的時光了呢 品惠宅生活第一系列 大熊將主要聊一聊台灣人是如何看動畫的 這一集呢大熊稍微聊了一下光碟片 下一集呢我要脫離實體的載體 我要來到網路的世界當中 跟大家來聊一聊愛的機器與便當狗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也歡迎訂閱品惠宅生活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大家透過YouTube Facebook 或鋪浪的跟大熊好好交流一下 品惠才生活 我們下次見囉